青苗苗的旧时光 就这么留住 穿着回去看看谁 优美旋律 熟悉歌声 即便是冒雨户外听歌 能听到音乐教父经典歌曲 粉丝还是觉得超感动的 不是给你太难 但想杀 却要听回事 不想信他想 只是画面中 怎么现场观众这么少 原来罗大佑的 移花东路直播演唱会 这周来到花林港边 却遇到台风角渠 临时决定改变计划 提早录制演唱 再透过延迟直播模式呈现 透过空拍 花莲海岸边的门景风光 再搭配音乐教会的歌声 欣赏起来也有一番韵味 现在即使凤雨交加马上出现 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一定可以演完 花莲 回家的路位你铺好了 尽管是预录 但这场演唱会 还是吸引近30万人在线观看 从鹿港台东到花莲 三场直播 累计创下近百万人次点阅 下一站将到宜兰 为环台巡演 直播开唱 发现据点会有什么惊喜 令人期待 就留起到严静语 好聊报道